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开始我也是选手出身 一路走来从国小 国中 高中 到大学 到现在硕士班 其实这一路起来我觉得选手非常辛苦 那会转为教演的话其实一方面啦 其实在选手阶段可能成绩就停滞不前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你就会有想要说我转换跑道的一个想法 那一方面我取之于求 用之于于求啦 所以就有这个想法说不然我回自己的家乡去服务后辈 让这些心经学者可以有更好的学习的机会 那我就马上大学一毕业之后 一退伍我就回台中去做教练这个服务了 OK 了解 那这个身份的转换心经也需要调试 所以有没有曾经有过调试的过程当中不适应的状况 在选手阶段毕竟你选手你是在场上 那你是所有人场上的一个焦点 那你转为教练之后你会变成一个support的角色的时候 其实你在后面你给选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 我以前是多么样的光鲜亮丽 然后我现在在后面其实这样没有人在看我 其实显然不会啦 对 显然不会 因为毕竟你当一个教练 我觉得当一个教练不是说你今天 以前有拿过多少冠军 而是你栽培了多少的冠军的选手 对 这才是你人生中你当教练的目的所在 所以我觉得我能复出的就尽量多复出 那心境的话我觉得 我也是很喜欢人家focus在我身上 但是我觉得你能多付出一点 那代表说你今天就多给下面的学者有多一点的信心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学运动员最主要的目的 那么丰泽担任羽球教练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其实我教学年次没有像以往的前辈这么久 毕竟只有五年至六年而已 那其实印象深刻的话 其实我还很想讲我还算年轻啊 所以在年轻的阶段要培养出好的选手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大挑战 那比较印象深刻的话 可能就是我在刚回台中的时候 去辅导学生要进到家族这个阶段 其实那个对我来说对选手压力大 我自己也压力很大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好有两位女子单打选手 进到一组的四抢 那其实那印象深刻是我原本希望说能不能两位都可以竞赛到假足球员 很可惜就是只有一位竞赛到 其实那个对我来说我其实我是好称其实蛮强的一位选手 当中应该也让你获得蛮多成就感的 对 因为毕竟你选手你只要把自己顾好 当你身为教练你要去把所有人都顾好 但是一个人能力毕竟有限啦 所以说你要去照顾到所有人不尽然可能 但是你可以尽心尽力 然后尽量去做到完美 所以我们也想要了解一下说 风泽你担任教练有没有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或是挑战 然后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来化解 困难跟挑战我觉得目前现阶段的话 我现阶段来说你要去做挑战的话其实很多啦 因为挑战不然人生一度走来的话 你一直不断的来挑战 比如说教练他你要去做进修 你要去做比如说裁判啊教练讲习啊 对你有CBA教练执照 对你要去做考试去做阅读一些相关文献的时候 我觉得教练他因为训练 最近训练已经开始不断日行月异啦 所以越来越科学化 对所以说你要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一些智能 你才有办法去迎合现在目前国际上 宇宙还是国内上最顶尖的一些打法 你要怎么样去做trainage做训练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也要能够与时俱进 嗯肯定是 不断的精进 对对对对 因为做什么都一样 谢谢